我丢我感觉这我们某牙的三个主播现在聚在一块了 你要过来的话三战神了 我都连了脚带带我脚 抖音拥有将近两千万粉丝的青花词 M4代表人的男言据说要来抖音直播了 就在昨天下午 小扣脚和兰博作为曾经某牙的老同事前来捧场 我们听听男言对此是怎么说的 兄弟们就是我先说一下 今天开播就主要是跟大家聊伙天见个面 我丢你来这边播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就刚好那个啥到期了 就是想在哪就在哪 你啥时候播游戏啊 我我我我退游了 你退游了 不行啊你可是我的青春你怎么能退游呢 男言也直言自己的合约到期了 虽说现在还没有确定在哪个平台直播 但是作为好兄弟的小扣脚和兰博 还是挺希望他能够来抖音直播的 这样我们的和平经营的流量也将会越做越大 而兰博最近做狙击内容流量也不是很稳定 他忍不住的向小扣脚和男言肃及苦难 我都凉了脚带带我脚 你哪凉了 你今天早上最高人气多少 一万九凉了 一万九 一万九还不够啊 一万九 啊还不够啊 凉了 一万九都满足不了你啊 男伯 你总带带我 我过来 哎呀 伯总伯总伯总 你赶紧过来 我如果过来的话 我得给你当小弟 我得给你提鞋 我得每天为你马首试诈 到时候小科教给我当坐机 我给你当坐机啊 三兄弟互相进行着商业互吹 现在越来越多的主播都转战抖音直播 而很多其他平台主播都在来抖音直播前 基本没有很多粉丝基础 但男言就不一样啊 他在其他的平台直播也一直都有认真做视频 而且他的视频质量也很高 也许很多人都是因为他的视频才开始喜欢他的 如果他现在能够来到抖音直播 那他的起点将会很高 蓝博和小科教作为他的老同事 也很希望他们可以再次成为同事 这样不仅对他们自己有利 而且也可以给和平精英带来一大波流量 我们一起听听蓝博怎么说 赶紧来赶紧来你这个 你这个两千万粉丝的账号直播 然后又能多加两百万人看和平精英 我们也可以落点油水啊 我去我拿个十万就够了 不过说实话 现在现在我看这个和平精英好蓝博 好蓝博 你蓝博就好播呀 你两千万粉丝 你这是全网和平精英最高的账号直播了 就主要是还是得多做内容 到时候 对 到时候如果真过来的话 到时候反正多联动就行 多联动的话 其实对大家都好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所以说等你了 你赶快过来吧 蓝博和小科教也在极力劝说 蓝博能够过来直播 这肯定也是很多主播希望的 最近和平精英流量没有以往那么好的 急需要有大主播可以来带动流量增长 蓝博也还在考虑当中 毕竟现在的直播平台越来越多 但是也更有利比 在小爱看来 蓝博转几个平台 最适合他的还是抖音 因为抖音这个平台 就像小科教说的包容性很大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来约束主播 而且他又有2000万的粉丝基础 也许抖音会是男言的最好选择 而作为一个直播多年的老主播 男言也是给蓝博 在未来事业规划上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你可以走两妹这个路线 我看你跟那个女主播发视频 数据挺高的 我觉得你就跟 你来杭州跟小哥教在一块 让小哥教带你进入网红圈 到时候挨个女主播联动一下 别看蓝博在直播间大大咧咧的 但是真的让他在线下 和女主播互动就没那么放得开了 小抠脚才是真正的蛇牛 可能蓝博还需要再锻炼一下 据小抠脚透露 一修后期很可能也会去杭州 如果一修去了 那么男言可能也会去 现在他们也在极力劝说蓝博 之前蓝博在七哥旧场街开业时 都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就是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做这个决定 真的 博你过来你就问刺激一哥 你滚 我才不到一哥 你快点一哥蓝博 不当一哥怎么赚钱啊 是啊 我当一个 我当面说不能话 收入表准听听听听听听听 我靠大海带 兄弟们就喜欢你说话 说不清楚的样子 我要当奥格 当奥格他真是想的 他去 蓝博蓝博是懂的 蓝博是懂赚钱的 蓝博对自己的认知非常清晰 他也一直都在努力 做好直播内容让粉丝开心 就拿上次的武功山之行来说 每一个主播都是收获满满 如果没有他的组织 一般情况下 他们几个大主播都忙着直播 掉到钻石又将会有很多主播 一起陪着看去当群 到时候直播效果肯定拉满 这样的活动对他们每个人都很好 人家住小个雅附近小个雅说 只要去杭州 他给你报销一个月房租 去你压的 啊小个雅 你小个雅 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吗 你把我当兄弟 不把蓝博当主弟是吧 好好好 我没感觉 你一休 蓝博你们来 我都报销一个月空 一个月那个房租 那我技术那新那个房子 可不可以啊 哎 你给我滚呢 虚那个房子一个月七八万十几万 我哪报交据啊 哈哈哈哈 如果难言最后能够来抖音直播 我相信他们这几个主播一起联动 也一定都是观众希望看到的 现在我们就静候通知 记得点赞关注哦